我不用Python的話 那一樣我是在全市郵局這邊裡面有這些檔案 那我要透過那個VBA來完成的話 第一個當然是在開發人員裡面Visual Basic 那我先把完成的那個程式先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它裡面會用到一個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在VBA裡面有一個叫DIR的一個函數 這個DIR主要就是說有點類似像那個DOS裡面的DIR 然後你跟它講說哪個目錄 不過多一個什麼呢?哪一種副檔名? 也就是這個地方是所有的 信號是所有的 意思說這個目錄裡面的所有的.tsd幫我找到 那它會怎麼樣? 它會先幫它找到第一個 先放在File裡面 也就是它DIR主要的作用就是 它會幫你把那個檔名先抓第一個過來 然後抓了第一個之後的話呢 再抓第二個 抓第二個怎麼抓? 就是再DIR 可是第二次的話 如果你要抓下一個的話 不需要再給目錄喔 直接給一個小刮鬍就可以 這種敘述叫抓下一個 所以它會再抓下一個 比如說先抓到三重 進來 它會抓到三重 所以它不等於空的嘛 裡面有東西 它把那個 這一段是直接把檔案怎麼樣 把它開起來 放到這邊來 然後再換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就是DIR 就是再來就是中立 中立 所以中立再回來這邊的話 中立是不是空的? 不是 所以它把中立打開 再來可能就是什麼桃園 桃園打開 直接到鳳山 那鳳山下一個沒有了 沒有的話它回來就是什麼? 就是空的喔 所以如果沒有檔案的話 它就會返還一個空的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DoFile回圈呢 就會發現說 你那個檔案裡面沒有了 所以它會跳離回圈 那最後呢你可以用SafeS 另存新檔 把那個檔案丟出去 就完成 所以其實在VBA裡面處理喔 在跟那個Python也有點預曲同工 我把這個程式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跑完有沒有 這邊OK了 那另外的話你可以看到 全省郵局這邊也會有一個TST 打開來 一樣OK 所以基本上呢 當然不是只有Python可以這樣做 然後 在VBA裡面一樣可以這樣 只是說 這個程式該如何撰寫 撰寫的過程喔 我大概說明一下喔 所以呢 首先第一個 當然你會想說 老師那我要怎麼 利用那個VBA 開啟某個文字檔 你不會寫的話 其實我講過啦 那VBA可以錄製喔 就是聚集可以錄製 所以有些程式不會寫 你可以錄 錄製之後呢 再做修改 也就是說喔 中間這一段 是錄製的 然後把它外面加什麼 加回圈 然後最後再加存檔 程式就寫完了 OK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所以我們分段來看喔 接下來這個程式呢 一樣可以完成 只是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我們先做第一件事就是 賄賂 所以第一個 我們一樣開一個新的 新增一個空白的活躍簿 再來做什麼呢 如果你要在VBA裡面寫程式 一定要先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開發人員叫的方法應該知道吧 其他命令這邊 把制定功能去這個打勾啦 然後接下來做什麼 第一個喔 因為我不 假設啦 你可能在VBA裡面 不會開檔 那你至少知道說 上面有沒有哪個功能 可以幫我開檔的 看一下 在那個什麼 資料裡面 有一個 從文字檔 有沒有 確診郵局裡面是文字檔 所以呢 你可以藉由這個功能 幫我開啟文字檔 並且會錄到Excel 但是問題喔 你這一段程式不會寫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錄吧 錄完之後呢 你就會有 把檔案繪製的那一段程式 那你接下來就是在修改就對了 那修改的重點有兩個 一個是DIR 一個是回圈 就叫做DoHire回圈 那怎麼 這兩個怎麼改喔 那所以我們可能要分三個步驟 第一個 就是錄製聚集 開啟 會務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再跟他講說 所有的底下都照著做 那我們再把DIR跟那個 DIR加上去 然後DoHire加上去 就完成 那怎麼做 第一個喔 先錄製聚集喔 所以第一個 你大概先 彩排一下 第一個先了解 資料裡面有個 從文字檔 然後你跟他講說 我的文字檔在 那個低疊底下 我是放低疊 有個三重 你幫我把它匯進來 那它會出現這些啦 什麼 你是固定寬度還是分格符號 分格符號 下一個 裡面是用什麼分格 看一下 打開其中一個 它中間好像是什麼 空白 OK 所以喔 中間用空白分格 所以我叫什麼 空格 空格 所以分格符號的話呢 我這邊用 分格符號 然後下一步的話呢 用空格 上一步 還有什麼問題 我有沒有標題 上面好像沒有標題 所以這個不能打勾 下一個 用空格下一個 然後要不要全部匯入進來 全部匯入按完成就好 匯到哪裡 匯到A1 按確定 三重就過來 所以呢 理論上喔 我們這樣子就可以匯入其中一個 可是其他的怎麼匯入呢 你其實可以修改程式 所以第一步喔 如何物質聚集喔 我們先彩排過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實際上來錄製了 錄製的方法就是把剛剛的動作再做一遍 然後把它產生程式 所以接下來錄製 聚集 聚集名稱的話呢 我叫匯入文字檔 按確定 所以接下來呢 就是把那個動作呢 再重做一遍喔 OK 一 切到資料 二 點擊文字檔 有沒有 從文字檔 三 點選三重好了 按匯入 四 告訴他說用什麼分格 我們用分格符號 下一步 這邊空格 這Space 下一步 然後按完成就可以了 跟他講說幫我匯入到A1 按確定 好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大功告成 先把它停止錄製喔 你就不要再錄製喔 把它停止錄製 接下來的話喔 再切到聚集裡面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 匯入文字檔 的 呃 一個剛剛錄下來的聚集 把它按編輯好了 那這個時候的話喔 它就會出現有沒有 欸 這邊有一 這個 自動幫你建一個模組啦 其實錄製聚集喔 主要它是幫我建一個模組 然後在模組裡面 增加一個SUB SUB名稱就是剛剛我錄製給他的名字 叫匯入文字檔 那你會發現呢 它這裡面喔 實際上已經幫你寫一些東西 我習慣把這個先刪掉 因為這個有點多餘喔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WIS到WIS WIS 你會發現喔 其實它是利用那個什麼呢 叫Query Table的物件 裡面有一個叫Add的方法 去幫你建立一個Connection Connection就連線 連線到文字檔 就Test 路径在這裡 D冒號斜線喔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要把全部的通通都打開 合併的話 其實第一個 你可能要解決 把這個換成另外一個名稱 中立 或者下一個 鳳三等等的 第二個的話 底下會有第二個 叫Destination Range A1 意思就是說幫我會到A1 可是未來你不能一直到A1 為什麼 因為可能把它蓋過去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能A1的最下面一列 要追蹤 要追蹤 所以基本上就是什麼 下一次的話就Ctrl向下 能夠追蹤到最下面加1 比如說中立 你就要會到哪裡 第一次是1 再來就是往下 OK它就一直往下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可能錄完之後呢 你還要再去檢查一下 你最重要的部分 底下有什麼Command Type 這個可能可以刪掉 其實底下這些這些這些 一直到哪裡 這些其實都可以刪掉 到哪裡 到那個什麼呢 應該是 到Space有沒有 這邊有個 它的用Space當分隔為處 其實這一行以前 到哪裡呢 到Command Type 這些都可以勇敢的把它刪掉 因為根本不需要 錄製聚集很多地方都不需要 那底下的話呢 到這邊就是我們要的 可是它目前 有幾個代解學的 一 如何把所有的黨名找到 並且逐一個給它 它幫我開啟 二 Destination 放到 第一次是放在1 之後就放在向下追蹤 加1列的位置 就開開開 最後就存檔 所以怎麼做 這個 就是必須透過DIR 有沒有 再配合度 任何都壞爾維圈 都壞爾維圈 就可以幫我把整個問題給解決了 OK 都壞爾維圈 我會就是說 先試著彩排一下 OK之後的話 再把它錄製一下 主要的功能是利用什麼 資料裡面的 從文字檔 做好之後的話 試試看 你可能再看一下 裡面 可以刪的地方 記得你可以找到 從那個什麼Destination 到那個什麼Test file Space 這個Space是按照 那個空白做分割 這些我印象中好像都可以刪掉 最後把它執行看看 OK執行 三重會進來 三重進來 所以如果你這邊的話 改成中立 它進來就是中立了 所以第一步 先試著 產生 可以賄賂那個 一個就可以了 之後的話 再賄賂多個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 通常 那個VBA 跟那個Python 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有些程式不會寫 VBA裡面可以用錄製的 可以用錄製的 錄製完之後 還要修改 至於說哪些要哪些不要 有的時候 像我的習慣就是說 我會再去看那個官網裡面的說明檔 比如說為什麼前面那些通通不要 因為我後來 我就把那個 它裡面的屬性相關去看一下 發現那些全部都可以不要 然後我就試試看把它刪掉 也OK 那就不用寫那麼一大堆 不然的話 其實真的是有礙觀瞻 光看就覺得頭痛 怎麼那麼多程式 最後發現 都可以不需要 試一下